很多中国朋友拿到德国拘留许可呢 现在也找不到中介 找谁都找不到 那以前他们通过中介过来 因为只想拿到这边的永久拘留 可能大部分人也不实际居住在这边 只是每六个月来一次 那中介帮他们登记一个虚假的地址 在这边是专门为了收信了 在这次搜查行动中呢 这些收信的地方也是被查封了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信件也收不到了 现在大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在中国呢也不敢再来德国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影响 其次呢第二个影响呢 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再次来德国影响力很大 在2020年的时候 德国法兰克福也有一家很大的中国移民中介被捕 涉及到很多相关人员 有些人呢虽然已经拿到德国永久拘留了 后来也收到德国法院的这个驱逐出身的通知 在更早之前呢 一些留学生的学历作家 就是在很早之前在三四十年以前 我听别人说就是那个时候来德国留学非常简单的 拿个中国某个大学的毕业证就很容易就能申请到这里 大学留学留在德国也非常容易 但是因为后来呢很多人发现啊 拿个毕业证就能申请大学啊 就很多人就做假 做一些假的这种学历证明 就后来德国发现这件事之后 就导致现在来德国留学呢 就要就增加了这个APS认证 那APS认证其实呢就很简单 就是你所有要来德国留学的学生 要把你在别的地方拿的这个毕业证 中国拿的大学毕业证要去做这个APS认证 就是证明你的毕业证是真的 你才能来德国留学 所以呢这些案件 这些做假的这种案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经过这几次的移民中介被捕 就涉及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 现在就是拒签越来越多 审核越来越严格 可能在2019年疫情之前 也就是在那些移民中介爆雷之前 你在德国随便开个公司 安地柔一家人开个公司 他老公当法人啊 然后给自己的另外一半 他老婆发个工作合同 然后他老婆可能就能申请这个兰卡 一家人就能移民来德国了 这种这个非常简单 这很多人呢也是通过 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过来了 但是现在呢 这种方式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是每个移民申请 就是德国的移民申请 这种移民申请 他们都要查你的公司 是不是真是在经营 有没有真的营业额 是不是空格公司 是吧 检查业的严格 他们甚至还会派劳动局啊 外贸部门啊 移民局啊 去现场去看 看你公司是不是真的在实际运营 这样一查下来呢 就很多人就被拒签 就非常容易就被拒签了 当然了 也有些人是误判的 有些公司正好好的就是 运营 正常的申请也被拒签了 就可能是发现什么 什么地址 地址没找到啊 你换了地址啊 之前去看 没有人也被你也把你拒签了 就是拒签很容易 甚至有些人来到德国之后 移民局看你的资料 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也就直接给你驱逐出境了 所以就是啊 不是很友好 然后呢 就是啊 就是审查越来越严格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收到 大家的这种拒签咨询 当然关于拒签这一块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前面有一个系列视频 专门讲了这种拒签的影响 和一些避免拒签的方法 那我今天想说的是 这件事呢 就影响很大 对几乎 对后面几乎所有 想申请来德国的 把中国人 这个审核 都会更加严格 长远来说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接下来呢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律师团队 在分析了这件事之后 给大家一起总结的 一些看法和一些建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